院長 本院委員 今天站在這邊討論法官法 的確是應該理性討論 就事論事 對於剛剛柯建民委員 對我的指教 我除了表示遺憾 還是遺憾 我們就來就事論事吧 剛剛柯建民委員所聲稱的 他很辛苦的 跟林警方協商了二十幾次 最後好不容易通過的法官法 最後所產生的效果是什麼呢 最後產生的效果是 他不僅被民間團體 評為五十分的法官法 而且在過去這六年當中的實踐當中 我們一次又一次的看到 應該要被監督 應該要被淘汰 不私人的法官 在這個機制裡面 根本沒有辦法發揮他的作用 就有關於第四條 人審會部分的處理 的確 他是在處理法官內部的申籤 他是在有關於法官內部的講程 但是所有了解司法改革的人都知道 比起評鑑委員會 比起職務法庭 人審會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在這個人審會裡面 絕大多數全部都是法官群體的代表 隨著專家外部的代表 只有幾個人 按照我們今天司法院以及民進黨 執政黨團提出來的 那二十幾個人裡面只佔了三個 時代力量的版本有很極端嗎 時代力量的版本希望 學者專家多兩個 從三個提升到五個 這樣很極端嗎 我們希望院長 不要指定十一個這麼多 希望能夠少一點到七個 讓學者專家多兩個 讓法官自主選舉出來的多兩個 這個到底哪裡有什麼破壞 整個司法在人事審議委員會 應該有的體系呢 剛柯建民委員講一句話 我非常認同 我們說話要有憑有據 我手上正是柯建民委員 領銜提案 非常多民進黨委員 共同連署 在2010年所提出來的法官法 在那一部法官法裡面 民主進步黨的主張是什麼呢 司法院院長在二十幾名委員裡面 提名幾個人 七個 七個 奇怪了 今天柯建民委員 當初所支持的法案 當初所認同的法案 怎麼到了今天自己執政了以後 在他的口中 在他的眼中 變成一文不值的法案 在立法理由裡面寫得非常的好啊 在立法理由裡面寫說 為了使法官人事制度民主化 自由化透明化多元化 提升人審會的層級 確保其職權行使的審慎超然 所以在二十幾個委員裡面 他只給司法院院長幾個 七名委員 而這正是我們今天所提出來的版本 做不到嗎 做得到啊 當初舉手表決會輸 今天舉手表決會贏啊 到底變了什麼 進行處理前 請議事人員補宣讀 時代力量黨團第四條 再修正動議條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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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